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儿你们笑的时候就大声点啊 我想风风光光的走 真是太累了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 我来了都这种你知道吧 我每天早上就喜欢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就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知道吧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有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手机 你就一会把今天的叫睡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号了我卖 说小伙子啊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圣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哪天我在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 过来说哥哥跟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 跟运动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 那种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 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 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我贼累 那狗贼无聊 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杨门也在 杨门切儿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 杨门追着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哎呀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你不要着急啊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排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然后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 我抓紧出去了 你知道吧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哎呀 这个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开始下 我下意识这样举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又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而且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啊 喝经典有机A2沉牛奶 每百行升有3.8克 原生五蛋白 高营养 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然后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 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 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 跑 然后记得 谢谢 你别再说我是冠军 你别再说我是冠军 还冠军 你们要是看了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我这一季的表现 但是信心满满 然后狗言残喘 一直撑到现在 然后网上还有人专门过来说我 说你吐槽你女朋友 让我很不舒服 我听了 真的我很难过 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我说 我不想在段子里面提你了 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 我女朋友就问 谁呀 以前女友吗 我女朋友就这么有逻辑 而且她还特别爱干净 跟她在一起压力很大 就是只要我每次摊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出现在 我和电视之间 拖地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说 我说你挡住我看电视了 行不行 然后这个时候 电视里突然开始放了公益广告 那个公益广告的广告词 和我女朋友的背影 给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词场 压制着我 我当时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就是我女朋友的背影 在这样这样 然后公益广告再放 你以为现世安好 其实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还看什么电视 我干活就问我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干什么活 因为我觉得我家里 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干净 最后没有办法 我给自己洗了个澡 我一边洗我一边 原来这个家最脏的东西就是你 因为我是那种不爱收拾的人 就是我觉得 就是家就是放松的地方嘛 我越在家人面前 我才应该越乱呀 就是乱世家人嘛 表示真实 好的 但是我女朋友 她有很多规矩 有一天我都睡着了 她突然就把我被子掀起来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被子盖反了 我说被子这玩意儿有正反吗 被子 被子我觉得这被子盖反 只有一种可能情况 就是这个被子呀 它本来是这样盖的对吧 但是有个人说 哎 我不 我要 这样盖呀 这才叫被子盖反了 然后不管是谁来了 一定要把外面的衣服 换成家里面的衣服才能进 不管是谁 我甚至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 即使来了个贼 我女朋友会很淡定地说 来来来 把外面的衣服换了再偷 来来来 把外面的衣服换了再偷 先来偷吧 偷吧 你兜兜注意点 别乱翻啊 我们家被子有正反 我真的快被逼疯了 只有她出差不在的时候 我才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 为所欲为 知道吗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纠战纠潮 然后 然后我一回家之后 我看见那一排排整齐的鞋 我就来气 我就上去 就你们爱排队是吧 我就穿着我的外套进卧室 穿着外套进卧室 然后一边 一边进一边安慰我的外套 我说 放心吧 今天我女朋友不在家 然后这浴室 对我来说都不是浴室 它就是个水帘洞 我洗澡的时候 我像一个退了毛的大猩猩一样 洗完我都不擦 我就冲到客厅里面 我一边冲一边叫 但是每一次 一收到 他要出差结束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绝望 我当时心想 完了 文明的藩梨回来了 真的朋友们 爱情里面 爱情里面真的 没有王子和白雪公主 永远都是鲁宾逊和星期五 我今年 我今年本来不打算回他家的 结果突然有一天刷机票 发现了 就过年的时候 回那某个机票 只要98块钱 我就买了一个机票 准备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 又一次吃了一个占便宜的亏 就是我过去执机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只要加200块钱 然后你就可以升仓 我心想298也不贵 我就升了一个仓 我升了仓之后才发现 我升的那个仓 它不叫头等仓 它叫经济头等仓 它就是把经济仓前两排 扔个破帘子隔开了 你知道吗 就在我们北方 有一种偷东西的手法 叫撩帘杀 什么意思呢 北方冬天很冷 然后那个商场会盖一个大帘子 我们进的时候 这么一进 小偷就从这样的钱包偷走了 哎呀 你学会了吗 你是谁 我觉得 那个经济头等仓 就是一个高端版的空中撩帘杀 那个空间把这个帘一先撩 我那200块钱就没有了 而且 我是那趟航班 唯一一个经济头等仓的生活 空姐看见我都有点惊呆了嘛 他说您是这个经济头送汤城 我说对啊 怎么了 他说 没事 然后那个服务也特别的敷衍 他就是先站在我这块 然后向所有经济的舱子乘客 说一遍安全须知 说完之后 他蹲下来再跟我说一遍 这样子在后面的人看起来 就前面不仅有个傻子 他的耳朵还不太好 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 国内的航线他居然也卖东西 他卖的是一个飞机模型 然后就在那叭叭叭在那退销 然后根本没有人买 谁会买那个破玩意儿呀 然后他蹲了下来 你们知道 当一个人蹲下来 给你退销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拒绝 我说你这玩意儿多少钱呀 他说298 我买了一个 然后我为了防止自己花钱 我想赶紧睡觉 但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连航的座椅 就这样睡得非常不舒服 但是我两边没有人呀 我就把这个靠椅扶上来 扶上来之后 我就这样的 这么的这样睡觉 那一觉睡得真的非常的舒服 当我醒来的时候 三条座椅的安全带 全都绑在了我的身上 这不是最可怕的吗 最可怕的是 经济舱的乘客 正在通过我下飞机 然后我就特别狼狈地 去我女朋友家了 去了之后 然后他看见我那么脏 他就特别生气 他说 你就这样就来我们家了 你好意思吗 而且 而且我的天哪 就平时来你就算了 大过年的 你就空手来吗 我说没有 我给叔叔带了一个 飞机模型呀 然后拜年的时候 我就说 叔叔 祝新的一年 咱们家 只有冬夏 再无春情 你们知道 叔叔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吗 他说 你吐槽你女朋友 让我很不舒服 对不起爸爸们 谢谢大家 我什么爱 大家好 我是创 我说是小北好笑 不是我好笑吗 前面播出 受到很多人 有反馈说 忽然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 会得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得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 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 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 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诛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交卷 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 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 地试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地试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地试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部分同学 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说一部分同学 啊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 一起对答案 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最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 其中考试满分100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觉得 哎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是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达了两个多小时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就说 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全都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青鲍五分 西分 他是零分 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应是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 他那个分数 反应是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叫用功 从物理上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人菜饮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岁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磕桌上了 把自己磕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 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之间 是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知道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刀枪不入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对我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得懂 又啥都听不懂 学生学生又这样 别的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书馆过年 我今天讲这个 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 什么忽兰学霸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 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 对吧 我重其量 最多最多就是 毕业之后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凡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开心哈 我最近有点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 真的 最近老老人说 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我就说 你太生气了 你说我不好笑 就不好笑 你为什么老说 我说不是脱口秀啊 直到前几期 有一个目光 特别炯炯的 领校员静姐 终于替我证明了 她说 杨丽让我陷入了思考 脱口秀 一定要好笑吗 当时我就被她问住了 我特别想顺着她说一句 不用啊 不对啊 脱口秀为什么一定要好笑 不要被规则限制住 你知道吗 就好像 结婚一定要是两个人吗 一个人就不能拥有 美满的婚姻吗 再比如说 脱口秀大王 一定得是第一名吗 你可以是最红的那个呀 对吧 思路打开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 歌手 唱歌一定要好听吗 舞者 舞字一定要优美吗 主持人 一定要拥有 控场的能力吗 我是说 李淡的主持太差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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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那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才是脱口秀 我就看了一下 其他这些选手的表演 真的都太厉害了 就是他们有各种那种 唯妙唯笑的表演 肢体 有的还有口气 你知道吧 最厉害的就是徐志胜 他就这样轻轻一捋 他的秀发 大家就说 就是脱口秀了 说这个脱口秀也太好笑了 但是我想说 那我是差哪了 秀发吗 果然是脱口秀 志胜你知道 志胜就是我到现在 还依然在努力的原因 真的 因为我这一季 本来就想随便比比 我也不想拿大王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网上是一个评论 说 说听说谁拿了大王 就要和丽姐炒CP 他说 好希望徐志胜 自救是吧 拿大王 我当时不夸张 说一身冷汗 我这那些做梦 我都经常惊醒 说不行 我要拿大王 最要是被那贼人拿了 没人 没人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 从因为他 我写稿都变得特别认真 智商人也特别好 我在公司写着写着稿 他推门就进来说 姐 咱们 久了再见 我说 我说好了 你不要再威胁我了 好吗 姐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姐现在都有点久了 真的都太厉害了 这都不是口音 这已经属于口迹了 你知道吧 绝 算了 就这样 反正我怎么努力 讲的也不是脱口秀 我也不讲了 反正这会儿 我演出还有五分钟 大家就这样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录完了 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还是得讲 我失恋的时候 就是像现在这种状态 然后就是 不想活了 又被男朋友抛弃了 挣这么多钱 现在只能一个人划 看个电影吧 找个浪漫一点的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号 看看有情人 是怎么被迫分开的 这个就是 我对泰坦尼克号的理解 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又年轻 又帅气 又有才华 又遇到了爱的人 而且这个爱的人 又正好爱你 你就会没有好下场 最后能活下来的 只有那个有钱的女人 like me 我对电影的理解 就是那么准确 就像有的网友 对脱口秀的理解 就是这个工作 我虽然一天没干过 但我就是懂 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 沉船那天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 狂风大作 口气来了 来了 下大雨 就比较招人喜欢 现在有点不明显了 小时候还行 都是由于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 前两天我去玩一个密室 然后那个NPC 他手里了一把钥匙 他就说来小妹妹 你说点好听的 说点好听的 哥哥就把钥匙给你 我说那哥哥 你算是找对人了 妹妹我最擅长的 就是说好听的话 真的是很天真啊 男人 真的就是 都是工作指南 你知道 自从我说了这个以后 我现在生活中 遇到的男的 都特别尊重我 但是都不喜欢我 男的好像 很难同时做到两件事 你知道吧 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觉得我俩聊得挺好的 我就说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 他说你别乱说 我很尊重你的 我穿 那要不你试着 不尊重我一下 你冒犯我一下 他说那我就直说了 我并不喜欢你 我说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给他吓的 你知道我哇就哭了 那眼泪流的 谢谢大家 我杨栗 大家好 我是周琪默 我平时呢 经常坐飞机 去各地演出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 坐百度车 因为我花的是 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全程的机票钱 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 结果你把其中一段 给我换成了公交 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 有的时候 那个百度车 开的时间特别长 在机场里绕来绕去 每次都让你误以为 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 对吧 每次都是 这个是我的吗 不是 那也不是 就一车人在机场里 跟个回转寿司一样 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 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 还没有定下来 是百度车司机 带着我们线敲 这个不错 这个下去吧 这个挺大的 上了飞机我也难受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 我特别害怕 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 有的人是这样 他调的时候 毫无顾忌 就前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 一步到位 那个架势 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 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 伸到他头上 哥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 加点劲呢 这块 加点劲 你最起码能不能 假装在意一下 后面人的感受 虚伪一点 我每次就是 我每次都是 一边缓缓往后靠呢 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 其实你说看两眼 一点用都没有 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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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有的人 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 空姐一过来检查呢 他就调直 空姐刚一走 咔又调回去了 就跟上学的时候 躲班主任一样 看来以后 飞机起飞前呢 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 还得留一个在外面 扒窗户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 经常在飞机上 帮人放行李 可以 无所谓 我挺愿意的 只不过有些人 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会在我面前试 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 行李架在这 我脑袋在这 他端这个箱子 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 感觉让不你帮我 让不我怼死你 我有的时候帮忙 都不是出于善意 而是出于自保 确实有的时候 那个箱子呀 很小 但是它很沉 特别沉 特别能装 但那也没有我能装 因为一般我都会说 我说没事 你别伸手 我来我来 你放那是吧 那也好 那你放那边了 小脸放那边了 他说啊 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 我说我也以为呢 还有在飞机上 最激动的时候 就是空姐发餐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个飞机餐 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 但是到了飞机上 我如此的渴望它 那个空姐推着小车 从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开始激动了 距离我还有两排 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 脑子里一遍遍 台词都过好了 鸡肉的谢谢 鸡肉的谢谢 什么时候 这个激动到了顶峰 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 另一侧的人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 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但凡给两条狗 喂过食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了快了到我了 到我了下下 下下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 马上到我了 给最边的人发餐了 3 2 1 鸡肉的谢谢 先问他是吗 不好意思 还有我发现 现在飞机上 那个安全演示片 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 这个片子里 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反而是充满了一种 轻松的情绪 比如这个空姐 给你演示 怎么给救生衣充气 全程微笑 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 这感觉就是 坠毁前喝了一口奶茶 要死了 要死了 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 破降到了海上 但是每两个乘客 只有一个救生衣 他们需要一堆一battle 赢了的人呢 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 当然输了的人 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 还可以争几个 复活的名额 没有争到复活名额的 可能就很生气 就质问机长 怎么开的飞机 为啥破降 然后机长出来 拿着把吉他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之所以破降 是因为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开飞机 你带以后 我打算了 别坏一缩粒 乘客也猛了 这是为啥 然后旁边出了一个空姐 因为乘客都是垃圾 这个视频放出来 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儿 哇 这个机长跟空姐 太好课了吧 我给大家感谢你们 我为什么要接下来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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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